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502集 道长干得漂亮 午后的阳光略显灼人 许其安带着下属铜锣巡接 前阵子委员采纳了他的建议 并在他的基础上 组织起了一支临时的队伍 由江湖人士组成的队伍 让他们负责维护京城的治安 朝廷会给予相当优渥的待遇和酬劳 这条政策妙在从根本上解决了治安乱象 为何偷盗 抢劫事件屡见不鲜呢 因为大部分江湖人士都是二混子 没有固定营生 京城物价又贵 不偷不抢 怎么生存呢 给他们一个挣钱的营生 让他们维护治安 以笔之矛攻笔之盾 当然了 每一支由江湖人士组织的治安队 都会有朝廷的人马监视着 也要防备他们坚守自盗 经过最先几天的严打 引入城里的江湖人士安分了不少 所以徐清安打算去沟兰听曲 温宝斯淫欲 可这事一旦满足了 人类就要追求更高层次的享受 那就是精神层面的享受 这世界没有电脑 打不成游戏 看不了电影 只有去沟兰看戏听曲 来维持体面生活了 徐清安领着铜锣们进了沟兰 要了一个雅尖 喝着茶 吃着瓜果 观赏大堂里的戏曲 突然熟悉的心迹感传来 徐清安背过身去 挡住铜锣们的视线 取出地书碎片一看大惊失色 许清安没死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许清安没死 为什么你们不告诉我 许清安没死 两条传书之后就没了声息 李苗珍不知道 许清安还活着吗 楚元枕传书表达疑惑 云昭暗号 他便一直四处奔波 不知道许清安死而复生 也是正常 不过随着斗法的消息传来 他知道此事是迟早的 他和许清安在云州 解下深厚情谊 如此激动 不奇怪 我怎么感觉一号 在幸灾乐祸啊 许清安心里一沉 二号怎么不说话了 恒远也参与了讨论 许清安想了想 斟酌着发出传书 二号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这条传书还没发出去 帝叔聊天群的众人便看见了金莲道长的传书 李妙珍已经抵达京城 随后 众人再也没有收到传书 接便 浑身发抖的李妙珍握着帝叔碎片 手指颤抖的输入传书 许清安 你这个王八蛋 你还想骗我们到什么时候 传书出去半天没有回应 李妙珍愈发的气斗冷传书 莫非 你们都知道他是三号 联合起来骗我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大家 为什么不提许清安没死的消息 也能解释为何众人此刻沉默 妙珍 他们并不知道许清安的身份 至于他为何复活 说来话长 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来此处寻我 此时 李妙珍收到了金莲道长的传书 李妙珍盯着金莲道长的传书 心情复杂 分不清自己是怒还是喜 或者是羞耻 主人 那小子真的没死 传书结束 苏苏迫不及待的追问 他绝美的容颜露出了紧张和窃喜 似乎那个男人的死活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李妙珍压抑火气的嗡了一声 想起自己这段时间 时常与身边的妹感慨天度英才 徐清安死得可惜 他就有种捂住面孔 找地缝钻的羞耻感 苏苏同样有这样的心理感受 所以主仆对视一眼 默契的都挪开了目光 李妙珍已经进城 你要不要见一见他 我虽然屏蔽了他 没让他说太多 但该来的还是要来 孤兰里 许清安收到了金莲道长的传书 道长 干得漂亮啊 许清安眉梢一扬 面露喜色传书回应 我可以见他 来我住处吧 许清安收好地书碎片 丢了几粒碎银 本官还有要事处理 你们喝完酒继续寻接 是 城外 某座种植柳树的小院门口 穿着道衣的李妙珍 轻轻的扣响了院门 几夕后 院门自动敞开 传来金莲道长温和的声音 请进 李妙珍带着鬼仆 苏苏入内 穿过小院 跨过门槛 在屋子里见到了盘西儿座的金莲道长 他头发花白 垂下一缕缕的发丝 形象一如既往的邋遢 随性 很好 不愧是天宗最有天赋的弟子之一 你已经踏入元英界 金莲道长称赞道 道门四品 与元英 楚元枕剑法精湛 不踏入四品 我恐怕很难战胜他 我记得你师兄早就是四品元英 他还是没有下落吗 谁知道呢 也许子于某个女人的报复 也许被哪个老乡好囚禁起来 当做禁篮 他的事我懒得惯 李妙珍无所谓的语气 金莲道长陈寅 说实话 我并不希望你和楚元枕死斗 甚至不想看到你俩交手 这是道门的宿命 天人两宗斗了无数年 一直未分胜负 而今掌教踏入一品 终于可以为这道统之争 做一个了结 金莲道长笑了笑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李妙珍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 许七安是怎么回事 他并没有死 当日服用了丝天剑的脱胎丸 假死而已 金莲道长简单的解释了其中的缘由 苏苏气鼓鼓的说 为何要一直隐瞒我们 这个问题你们自己问他 金莲道长笑着看向院子 哒哒哒的马蹄声传来 许七安骑着马停在了院外 他把小木马拴好 进了院子步入房间 朝李妙珍露出一个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许久不见 李将军怎么换了身装扮 然后看了一眼 宋廷峰和朱广孝的纸片人女神 调侃道 苏苏姑娘 你决定好了吗 要不要做我的小妾 哼 苏苏瞪了他一眼 憋过脸去 一副很嫌弃的样子 我是天宗弟子 天人之争 自是这般打扮 李妙珍面无表情地说完 哼道 哼 我要把你是三号的事 公布给所有地书碎片的持有者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